欢迎来到三块石头的美食世界 我是石头 今天与大家分享一道美味的中国传统菜肴 软炸梨脊 表皮酥软 肉嫩多汁 简单易做 大人小孩都喜欢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软炸梨脊的制作过程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主要的原料和配料 小梨脊肉一条 姜 葱 黄酒 麻油 盐 胡椒粉 以及蛋清 便将小梨脊肉去除筋膜 注意筋膜一定要去除干净 这也是肉嫩的关键 再将鲤脊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厚片 接着再用刀在肉片上横竖划指刀 这是为了让肉能够更好的入味 并且容易成熟 并且容易成熟 然后将肉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宽条备用 鲤脊肉 切成小块 放入盘中 现在我们制作葱姜水 然后倒入清水 备用 下面我们来腌肉 在肉里加入黄酒 葱姜水 一边搅拌 一边加葱姜水 这样肉可以更好的吸收水分 然后加入盐 胡椒粉 胡椒粉 香油 蛋清 将它们搅拌均匀之后 放入冰箱 腌制半小时 这个时候我们来调软炸糊 软炸糊是由面粉 淀粉 鸡蛋 以及清水调制而成 在这里我们使用的面粉和淀粉的比例 是3比2 因为淀粉越多 口感就会越酥脆 而我们的软炸需要酥软的口感 所以面粉会比淀粉多一些 在这里我们选用三勺面粉 加两勺淀粉 把鸡蛋 打入一整颗鸡蛋 然后用筷子不停地搅拌 加一点点清水 继续搅拌到没有疙瘩和颗粒 刚开始调的时候水要少 让它成这个糊状的时候 再一点点加入清水 一边倒清水一般也调匀 直到软炸糊能够附夺在筷子上 至今 像这个样子既能复杂在筷子上又保持滴落的状态即可 将油锅烧热 在锅中倒入多一些的油 大火烧至六成左右 将腌好的肉条放入软炸糊中拌匀 再用筷子将肉条一根一根的放进去 快速炸至定型 待肉条定型之后将其捞出 将油温升至八成之后再进行复炸 不打至表面金黄就可捞出 装盘上桌了 软炸糊脊是源自于卤菜的传统喷调方法软炸 其特点在于外酥里嫩 外表金黄酥软 内部多汁嫩滑 它不仅是一道简单的美味 也是传统卤菜的一种烹调方法 希望大家能够尝试一下软炸糊脊 品味其中的美好 并尝我一个烹调方法 好 今天的菜肴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观看